这个就叫成绩多重的按钮 我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当然比较快的方法 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说你如果已经写好一个 你其实可以拿你写好的来复制贴商来改 不过特别注意也要懂得改就好了 我发现其实大部分同学 应该先学会改吧 改成是OK 但是要自己从头写可能有点困难 至少云端上面都可以复制贴商 以前我可能只是放个图吧 同学要自己打 后来发现效率太差了 有些同学可能打太慢了 下课钱都打不完 所以我干脆直接把程式放在那边 如果你打的比较慢的话 你可以先贴 回去有时间 记得还是要练习 练习的时候切记 像我这边都会有缩牌 建议你还是要照我的方式缩牌 主要原因是因为上面跟下面是一对的 如果你没有做缩牌 好像之前有同学全部都放一起的话 会看得很辛苦 而且你打错了你也不知道 之前同学好像有打漏掉这个吧 还是哪一个漏掉这个 反正只要漏掉一个程式就挂掉了 挂掉之后 如果要查程式的话 假如说你是有缩牌的话 你会发现我一看就知道 一二三没有 马上看出来 另外就是说一定要有FOR 一定有NAS 所以有些同学忘了打 像如果这边打 我会先看一下下面 没有那就表示错了 所以缩牌的用意就是说 那个阶层就很清楚了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有Sub一定会有NAS 所以如果说你这边 假如没有你一直行 他一定会挂掉 有没有 他会跟你讲必须有NAS 所以类似这种情况都是小细节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个成绩多重 首先一一样先把成绩的部分复制 二的话就贴上就可以了 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新的Sub 那名称记得不能一样 所以记得这边把它改成叫成绩多重 多重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 再来的话呢如果它是什么呢 这边是80分 那一样啦 改法跟之前还蛮像的 80分的话是输出A 不是合格 所以你就是什么 这个是A 但是问题呢现在还有什么呢 还有B、C、D 所以呢 如果你要再产生B的话 很简单 把一幅的这两行Ctrl C 再到这边Enter一下 然后把那个游标移动到最前面贴上就可以 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一幅 两个一幅 这边你可以改成70分 这边改成B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呢在一个VBA里面呢 这个逻辑里面只能够有一个一幅 如果你第二个一幅的话 你要变成什么呢 多增加一个东西叙述叫Elsif 就是第二个的话一定就是说 这有点像这个是首仙 首仙只有一个 你不能首仙 第二个还是首仙 到底谁是最仙不知道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其次 所以Elsif的叙述有点像其次 第三次呢 可能又还是其次 第三个可能再其次 不过这边没有办法再其次 所以第三个的话你可以再复制Elsif 然后呢把它贴到一样底下贴上去 然后呢这边就改成60 这边改成C 那再来的话就是 Elsif剩下来就是低了 剩下就不及格 好 程式改完这个就多重 应该很容易理解 反正以后你工作里面呢 只要做逻辑判断 从头到尾帮你判断的话 管它有几个 反正你就是一直Elsif下去了 它可以很多层 至于可以放多少层 其实没有特别去计算 但是也没有人无聊到可能下太多层 那真的是太没有意义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这样的叙述方法 做完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它输出 那输出的话 当然我需要一个按钮 所以 除了你可以直接从什么 从那个VPA里面做输出嘛 但是你这边直接执行好了 可是会挡到嘛 那你有时候可以移开一点点 有没有 可是好像还是看不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按钮复制 然后呢 我习惯是贴到底下 然后再怎么样 利用它这一个按钮呢 按右键呢 去重新指定它的名称 并且重新复制它的那个名称之后 修改它上面按钮的文字 这样的话就OK了 清除掉有没有 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它按 这个输出 就有一个多重 不过做完到这里 就会有同学会 问到就是 老师那 因为实说真的 陈思雄也没有写完一天 为什么 因为按下去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希望 他能够制中的话怎么办 对不对 对啊 制中 那你想想说 那就按一个制中不就好了 对 那可是制中你不会写嘛 那不会写 其实有几个方法 那按下去等于是好像 那为什么不把它写在城市里面就好 所以如果你要写到城市里面的话 你要记得 其实蛮简单的 那个 如果你要输出到那个 出唇格 里面至中的话 有几个方法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 把这个整个范围 几个方法 一个是出唇格 一个输出 一个至中 一个输出 一个至中 那变成说你要写好多行 我觉得这种写法会比较 比较啰 所以最简单的写法是 我干脆 输出资料完之后 有没有 再帮我把这个范围 的所有资料 放在中间 那 这个叙述里面 你就要知道 这个有点像什么 你的那个什么 主持是什么 主持是那个范围 那 Excel VBA 里面就是透过什么 一个物件 那物件名称就 Range 用Range 这个物件呢 代替那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写法是 你可以在那个 Visual Basic里面 写一个 其实写一行就好了 写什么 写当它 我们NAS下面这一行 全部输出完了 那你在做什么呢 这个范围 所以你就用Range 这个物件 指的那个东西 所以物件 刮胡 哪个范围呢 H2 到H7 所以你就是 打上H2 冒号 H7 再来双一号 就是这个是一个字串 这个是一个范围 当然这个7的数字 未来也可以变更 因为你将来有多有少 不过这个前面 我们有讲过 但这个是可以做修改 这待会可以再看 那点下去的话 里面的话 就会有它所有这个物件 能够用的所有功能 绿色的话就是方法 有点像动作 手拿的东西叫属性 属性就是你要设定什么样的状态 包含它的字的颜色 字的大小 框线等等的 那其中如果字中的话 因为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字中 的那个英文 不过也不用特别记 那个水平的叫做Honirontal 那至中的话叫 很长一串 所以它全称叫Honirontal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拼出来 导致很困难 但是VBA有个优点 就是它是什么 清单式的 所以你只要记得H开头 Honirontal 大概HO 不过你打大概打H 大概就出现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 有没有 Honirontal 而且它这个还蛮贴心的 Honirontal H是大写 表示是水平的 那个再来就是 Honirontal 是对齐方式 对齐 所以就这个单字 那你如果要字中的话 记得等于什么 等于X XF Center 你就跟他讲说 那我要字中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 字中靠左靠右怎么下这个条件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就是在官方有一个说明 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属性怎么下 没关系 记得一个快速键叫F1 F1按下去 意思就会跳一个什么 那个Help 那Help 就会自动跳出说 这个说明告诉你了 有没有 这个属性 那如果说你要代表它的水平对齐 它要告诉你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你要 注解的地方 他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什么方式的话 下列有些常数可以用 如果至终的话 这是什么 其他还有什么 靠左 靠右 另外的话应该什么 你可以什么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可能比较少用 那如果说至终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 XL center 稍微记一下 你可以Ctrl C 或者直接打了 有些蛮好记的 其实顶多是多一个XL开通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讯息打在哪里 打在这个后面等候后面 就是增加一个这个常数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它就会怎么做呢 当我输出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这边设中断点 当我按一下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 资料都输出完了 那这一行我停住了 主要原因是我要让各位看细节 如果按F8 它会执行 它会把H2到H7 所有的资料置中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效果做出来之后 它就会直接帮我把资料全部置中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靠左靠右 你就是自己在针对那个效果 去把后面的这个参数做变动就可以了 OK 其他当然还有 如果说你要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当然刚刚Horonto是水平的 如果你要垂直的话 它有什么Vertical 好像有Vertical 这个 这个就是垂直的 也可以垂直的是 上还是下 如果你不知道后面要加什么东西的话 没关系 一样 有不要放上去F1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属性 假如你不会用 没关系 你就点下去 再记得 关键的就是F1 有些东西其实都不是要你去背 其实就是要你去查 不然的话 这么多属性跟方法 谁会记得起来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查 它这个Button Button就是下面 Center 然后 它有个Top 其他的话 这边应该怎么分散 还是什么等等 我想你可以再查一下 诸如此类的这边有三观的答案 你可以拿这边 那你就知道说该怎么去使用了 所以呢 如果假如 顺便讲一下 其实这边 物件 物件的使用 反正以后 不管 Excel里面任何的 看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变物件 那如果你要控制它的话 请你用它里面的属性跟方法 你就可以控制 Excel里面所有的东西了 因为Excel里面所有东西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物件 可以让你去控制它 那只是说你们要学的应该就是什么 把这个物件学会怎么去操作而已 那我们最常用到就Range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打一个H H Honidronto 那这个后面加一个XlCenter就可以了 这个也其实蛮常用 所以我会稍微把它记一下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把它输出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果要插入什么 制定函数 刚刚有用过 现在是没有了 如果你要插入制定函数有两个 一个是乘积 一个是乘积多重函数 那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把那个刚刚的 乘积函数 乘积的Sub 改成多重的 试一下 再增加一个 如何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把它制装 制装 制装特别不是用背的 你可以稍微试一下那个手感 打一个Range H2 冒号H7 你如果没有打错 点下去应该会出现 但是如果你点下去奇怪 怎么清单没出现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前面的东西打错了 只要像同学常遇的是什么 那个双引号忘了打 H2 前面没有双引号 H7 后面没有双引号 它一个都不行 所以你只要没有打错 点下去 它的清单一定一律会出现 那出现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针对 那个 就是 清单里面用选的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会 顶多会去记那个 因为这个Honylanto Eligumant 这么长一串 要自己打出来 还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我大部分都背那个第一个字 只要有提示就可以 去帘列这两个字 在简单里上面 都是给将棋 如果是在史上 那边帘袹 Mens奏 兽